北京时间昨晚,新疆队客场不敌之江队,本赛季的客场战绩来到一身四负,是整个连载客场表现最差的球队之一。 本场比赛,新疆队小外员亚当斯表现低迷,而且罕见的在最后时刻被主教练信用。 有多低迷,不妨看看数据,全场亚当斯出场43分钟,虽然得到33分14次助攻,但他在进攻端手感极为低迷,而且还浪投。 运动战,他两分球十投,倒是有霸中,但三分球分黄出手20次,却只有四次命中篮黄。 如果不是三分球或余迪尼,亚当斯甚至很难相信队友,也不会有这么多助攻。 而且,他很多助攻,都是来自于转换进攻中的简单创球,而并非阵地战中的突破分球。 说他真正串联起了球队的进攻,并不是事实。 而且,亚当斯在防守端不作为,防守并不努力,这也导致他虽然看似数据不错,但实际在场时新疆队反而输掉了13分。 是全地第二场,仅次于新来的明纳拉斯。 最后一截,当亚当斯继续低迷,而且还浪投时,主教练戈尔罕见地将他换下,换上了新大万元明纳拉斯。 从中可见戈尔对亚当斯的不满。 值得一提的是,戈尔之前就对亚当斯不满意了。 在主场击败辽宁队的那场比赛里,亚当斯前三节疯狂打铁,而且拒绝把球传给阿布都沙拉木、国产詹姆斯利根等本土球员,给姚明克星、艾尔杰弗森的传球也不多。 这也使得新疆队没能在主场发,挥出阴柔的实力,如果不是靠着几次争议判罚获益,新疆队甚至很难击败,缺少了顾艾伦等主力的辽宁队。 本赛季,亚当斯场均要投14.6次三分球,虽然三分命中率比上赛季提升,但他仍然很多场比赛里浪淘,比如之前首次和一剑连带领的广东队交手时,亚当斯14投就只有四中,和同击队的比赛。 他三分球11投2中,最阵级林顿,他三分球15投4中,很多时候都不顾本土球员的感受疯狂出手。 丝毫没有记得戈尔萨迪开始前就告诉他别争得分王,实际上是希望他别浪投的建议。 如今,亚当斯在一次浪投,全场在三分命中率只有20%的情况,小孩出手20次三杯球,比勇士队的库里在三分线外还要疯狂。 这显然不是新疆队希望看到的,而这只独狼如果这么打下去,新疆队的争论也将提前打水漂。